高中偏純情 喜歡一個人 但沒有去表達任何意思 我會比較傾向於觀察啊 自己亂想一些 然後人家就被追走 就我們有時候下課 我都會陪他去補習班 然後再自己走回家 就是那種牽牽小手就 啊 好害羞 我有 有 可是真的就很單純 就那種 到後面他竟然跟我說 他媽媽說叫他不要跟我在一起 到後面他還說 可是你可不可以不要不理我 什麼意思 這世界怎麼了 而且小情書我都還留著 我好像只有國中才有 才有這麼的顯眼吧 國中是有一個 但是是我們班的 對 但是周遭的人就是會說 哎呦 誰誰誰跟誰誰誰 然後再一起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會說 還不錯喔 追到了喔 好厲害喔 國中啦 我國中教過一個 也沒有想到會分手 畢竟他真的太忙了 然後 放學時間我都要練習 也沒時間陪他出去 然後他還是跟 其他人出去玩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 上高中還是認真練習好 高中有教一任 然後就高中三年都是跟他在一起 也是班隊 對也是班隊 其實蠻高調的 前陣子剛分手這樣 我比較喜歡 外國人 高的 瘦的 這樣 然後姊姊類型 姊姊 就是外型是 孫逸臣 就是健康然後 聰明伶俐這樣 懂得跟其他男生保持一點距離感吧 我的話因為太高了 所以基本上 身高限制上 我也希望找 170之類 我自己會比較 偏向有女人味 就是我會比較偏向姊姊這類 姊姊 就是要找到一個 完全跟你符合的 其實真的蠻困難的 想法就是說 他好像很希望 自己的另外一半 是 就是長得漂亮 就韓劇女明星之類的 對啊 但是後來就想一想 你就是 像我們的女神 宋志祥 其實你長得漂亮 長得漂亮或長得 宋志祥跟我的好笑 叫我玩 有一次就是 在路上 然後就看到一個女神 然後就在那邊觀察他 然後突然在那邊看手機 看一看 然後突然就那種笑 然後你就一路跟著他做捷運 沒有那麼變態啦 還想說剛好 有美好的事物在眼前 那我不如就觀察一下 對 果不其然 因為我們是同班 班隊 然後那時候 有一次在 英文課上課的時候 老師放投影幕 然後要我們用手機操作 然後是可以投到投影幕上面的 然後我就在手機上面跟他告白 哦哦哦 那就說吧 招很多 招很多 對啊 所以起碼要再看得到那一張